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甲虫 金书归甲 在云南无量山南沿的这片原始森林里 甲虫无处不在 甲虫已经存在了2.5亿年 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动物物种属于甲虫 除了海洋几乎找不到没有甲虫存在的栖息地 金书归甲 在我国分布于福建 四川 云南等地 它有透明而坚硬的翘翅 遇到危险 会紧紧贴在附着物体的表面 很难翘动 翘翅是甲虫最明显的特征 质地坚硬 保护着磨质的后翅 翘翅可使甲虫在飞行中保持平衡 保护其身体在狭窄环境中免受擦伤以及抵御掠食者 正是翘翅的存在 使甲虫成为地球上最为成功和多样的昆虫 甲虫的触角是获得外界信息的重要工具 通常用于寻找食物和潜在的配偶 在五月温柔的阳光里 两只金书归甲相遇了 他们碰碰触角打招呼 试探出彼此的心意 瞬间坠入爱河 迫不及待地亲热起来 树叶轻轻摇晃 新生命在悄悄孕育 金书归甲将卵产在植物叶子上 包围在卵鞘中 短短几天时间 一群幼虫出生了 它们小小白白的身体挤在一起 外形与双亲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金书归甲乘虫体圆形 随着不同角度的光线照射到 它身体上的凹陷刻点等结构时 呈现出黄色 棕红色 褐色等不同的颜色 并发出金属的光泽 而其幼虫却身长体软 白中透黑 随着慢慢长大 幼虫的粪便堆积在尾部 形成一束黑色丝状物质 或翘起或垂下 很难与成虫样貌联系在一起 但这种时间不会持续太长 一般五至十天 幼虫便成虫了 甲虫有的美丽 有的丑陋 为了生存 无论对环境还是食物 它们都表现出超强的适应能力 世界上的甲虫种类已达四十万种 据科学家估计 可能还有三百五十万种甲虫 等待被发现 本次回到达楼上 三百五十万 拥有的丁度 先起来 312万 特别人 我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